就是Index跟Index 其实你们可以先在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 你可以先试试看那个范例档里面的325开头人士分栏 OK 325这一题你把它打开来 因为你可以试试看 那这边这一题资料来源就B栏 那要放过来的就是这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我希望做的是把这边的入职时间 冒号后面的东西搬到这边来 那这个流洋盒放到这边 它的功号放这边 一次类推 也就是本来是1234变成1234 并且去掉前面的栏名 所以你就看到结果之后按delete掉 后面的话 假如说你不会用Index 或不会用Index 那你就没招了 你就只能怎么样 土法链钢了 土法链钢就是复制贴 复制贴 但如果说你会用Index的话 这一题就向右向下 搞定 OK 那也许可以想想看 那当然 不过如果你只会用V软数的话 很抱歉 这一题呢 没有办法用V软数 你用V软数怎么查 它要查什么 没得查 OK 所以特别是这一题 理论上只能用Index跟Indirect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这一动作的话 你可以第一个用Index 不过在用Index之前 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要哪些参数 它总共array array就是你要带过来的范围在哪里 就是从B2到最下面 Ctrl Shift向下 B2到B3的3 这个范围 第二个问题 问题就是要带哪一个 理论上这个格 应该是带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第几列呢 因为它只有1、2、3 这边一定是带第一列 特别说 这个列子的是这个范围 相对于不是外面这个 所以这边虽然看到2 可是实际上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代表是1 那蓝的话 因为它这个来源范围有几蓝呢 也只有一蓝 所以一定是1 OK 你按确定的话 它会带什么 带这个路值时间过来 那这个呢 那就变2嘛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你这个 这个 复制过来 如果把它贴过来 那当然 它第二个一定是 这边一定把它改 列的话一定改第二列 然后蓝 因为只有一蓝 特别说后面那两个数字是相对于前面这个范围的哪一列哪一蓝 OK 所以你如果按打勾 有没有 姓名 刘洋和 那所以一时而已推哦 这边呢 是什么呢 所以你会发现呢 只要你把这个规则抓到 这个应该是12345678 有没有 一直到32 1到32 所以哦 你第一个你可能要先解决什么问题 如何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什么呢 1到32的表格哦 1 123 有没有 然后呢 它到32哦 哎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 向右 向下 它可以 帮我产生一个表格 就是1到32的位置的表格 那这里的话 你可能要学会 其实就我刚刚讲了 这个哦 第一步哦 你可能要先把刚刚的Colent 跟肉搬过来用哦 OK 如果Colent跟肉哦 会用的话 那其实哦 你也可以很快产生一个表格哦 首先的话呢 这个Colent 有没有 那我先抓Colent 你会发现4 向右 向下 哎 都是4到5 但是如果今天 希望得到的是1到4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 剪掉 3 打勾 有没有 1到 4 1到4 哎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希望呢 向右1到4 向下哦 每增加一列 就增加4的变数 4的那个倍数嘛 有没有 1234 然后5678 有没有 1跟5刚好这差4 那下一个的话就9嘛 90 11 12 有没有 那在9再加4 就13 哎 所以你会发现哦 你下一列跟上一列相差4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后面加上 你要加的倍数 那倍数的话 你可以由谁去决定呢 由肉来决定 肉 哎 列哦 刚刚有用过 对吧 列 那目前的话 在第几列呢 第二列 所以请你把这个第二列减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 1234 不要加4的倍数 下一列加一倍 下一列加两倍 所以先把目前所在的列先减掉 那先减 所以前后先刮弧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4的倍数 因为我现在不乘 下一列不就变成 第三列嘛 3减到2刚好就1 就是加一倍 再下一个加两倍 因此的应该看得懂这意思啊 所以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好用哦 以后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 向下 有没有发现 1到3的时候出现了 你就把这个怎么样 剪下来 塞到哪里呢 塞到那个我们的index里面 index 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OK 选完之后呢 这边先锁起来 F4 因为等下会向右向下 把刚刚那个东西贴到这边来 这边蓝一定是只有一蓝 按确定 这时候怎么办 向右 向下 这四蓝 点两下 全部搬过来 看得懂意思啊 OK 所以这还蛮好用的啦 不过这边的话你恐怕要熟悉 color跟roll index 搞定 但是还没结束哦 还有什么 前面的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要怎么去掉比较快 所以待会可以想想看 你不要说你又在手动再一次嘛 最后已经快要做完 但是最后要手动 那等于功亏一篑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呢 让你那个冒号前面东西 就是自动消失 方法至少有两个三个四个很多个 那你总要想到一个最简单的 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用mid函数 配合lenmid有没有mid1234冒号 其实跟上面有没有关系 好像有关系 因为1234冒号后一个 所以后等于是跟它的长度加两个字 就是它开头 把后面全部都切割下来就OK啦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做出1到32的表格 这个column减掉3 加上用Raw去产生的倍数 OK那个4的话 就是以后反正你几个数字 就做几次就对了 那这样子的话 产生1到32之后的话 把这个公式再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index里面 就大功告成了 index这个是这个范围 这个就是刚刚贴的那个 哪一列的意思 蓝之于蓝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切一下 所以像这一题啦 说真的 如果你只会用V软数的话 那此题就无解了 就只能吐法链钢了 OK 所以但如果你会用index的话 这一题的话 就好还可以用index冲一下数 不过你可能就是要多学一个column跟Raw 你看column跟Raw 其实真的蛮好用的 如果没有column跟Raw的话 哇那你也没办法产生那个对应的位置了 试一下 那这一题的解答 其实你也可以看云端白板 简式与参照里面325那个 325我有一个独立出来一个答案档 你就可以云端上面有一个答案档 你也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